怎麼看這三個政策 其實我作為基層社團選委 我是對李生這三大施政理念 和四大政策干擾非常點讚 第一條已經是提升政府的施政效能 代表改革政府一種決心和信心 之後我們見到香港歷來的一些政策 房屋政策、安老政策、青年向上流動的一些政策 它都是有具體切實可行的一些具體的措施 不是一張空投支票 不是空中流國 它是真正每一條都有它具體的實施措施 另外亦都在提升國際競爭力方面 無論是對外的連接還是對外國際的影響 它都是想得很仔細 所以我都希望作為基層社團的代表 可以在深一屆政府正式成立之後 我們都可以配合在我們深一屆行政長官的大領之下 可以開創深的篇章 其實這次李先生的四大政策干擾 就沒有一個範疇是針對婦女的一個具體的措施 但是它將我們婦女工作融入了青年教育、家庭、安老、青少年向上流動 其實這些所有的範疇都是我們婦女工作要關注的 我希望李先生如果成功當選之後 可以針對我們婦女政策方面都有一些具體的指引 我們可以更加切實可行的 關於怎樣提升我們女性的參與與頭生社會的一個勞動力 釋放我們的婦女的勞動力 還有可以令到我們女性在社會發展地區治理方面 更加融入發揮我們女性的作用 我希望這一方面李先生可以有更加具體的一些政策指引 令到我們基層社團可以更加投入到地區治理工作中 謝謝